大家好,我是三蛮小青 这几天有消息称了监管层正在修订新的重疾保险标准 假装腺癌将被移出重疾名单 大白话翻译一下就是以后假装腺癌不能算作重大疾病了 要降低赔付的比例,不能百分之百赔付保额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让保险行业躁动了 有些保险代理人就开始催客户下单了 比如说再不买就停售了 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事 其实在去年8月的时候 银保监会就提出考虑把假装腺癌 从重大疾病全额赔付的名单中剔除出去 为什么要剔除呢 一方面是因为假装腺癌发病率实在太高了 另外呢,假装腺癌它的治愈率很高 5年内存活率是84%,而其他癌症是50% 一般癌症康复周期需要3到5年 而假装腺癌是3个月,治愈率又高 而重疾险的涉及初衷是为了保障花费巨大 发病频率低的疾病 假装腺癌是明显不符合这个初衷的 所以要剔除 那如果新规实施了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目前癌症是保险公司理赔率最高的一类重疾 而在理赔的癌症中有三成是假装腺癌 一旦新规开始实行 将大大降低保险公司的赔付成本 保险公司的成本降低了 那我们的保费也会跟着降低 还有一点就是患有假装腺节节的朋友们 投保会更容易了 因为假装腺癌赔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自然假装腺节节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